最近和各位試了很多不同風格的菜式 例如有小菜類,甚至連齋的類別也有 不過發現不太受歡迎,流量一般 所以今期就和大家去回鄉下吃,回鄉下菜 沒錯,就是日本菜 今集又和大家來到大家都方便的MK仔 旺角,去吃日本菜 他和大家試了一間5米放題,價錢也不算便宜的壽司店 大家想不想知道這間店的質素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我,泰利 今天和大家吃一頓家鄉菜壽司 先試一下吧 接下來這個頻道會以以上三項超真實的評價去做題材 不想錯過任何真實資訊的你,記得訂閱我 按下鈴鐺就最好了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泰利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我先要公佈一個壞消息 就是我剛剛去量這個in-body 我比起這個... 在未做這個頻道之前 我就多了8%的body fat 是8% 而體重呢,就多了4公斤 不得了 沒有了,慘了慘了慘了 希望我這8%的body fat 是沒有浪費 令到大家看得開心 一番正題 今天就來到波蘭街 我現在就坐在公園裡 等下Tom到 會吃一間居酒 都為朋友介紹他 沒吃過,不知道質素 稍後等下Tom離開 我們就上去吃了 對啦,那我們便會來到尼敦道1889號 這家店是場板燒 剛才曾提過是居酒屋 入到電梅上升 直跌上2樓 Antropel 非常簡單 進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lim campaigns 這些就是壽司巴isc 可惜我們 Progress didn't be invited 要求,不然我們也想 因為我們已經再參考 便覺得這些雙物好一點 inventory好一點 有點日本的感覺 大家可以見到 一堆清酒 此生 peculiar 我們就坐在下面的普通桌子 感覺就比起上面的壽司吧桌差一點 我個人認為大家可以預約吧桌 接下來這裡就很粗略地展示餐牌給大家看看 它有些小食、沙律、燒蜜、刺身、壽司、天婦羅等等 你想到日本菜可以吃的東西都一應俱全 就是一間名符其實的居酒屋 想吃生食的又可以,想吃熟食的又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間餐牌上的款式多到 可以得到各路日本愛好者的支持 大家捨得吃的當然可以吃多些壽司、魚生、刺身類 這也是它的重點賣點 如果大家想省著荷包吃的 又可以叫它的烏冬、飯類、串燒類 我覺得貴有貴吃,便宜又便宜吃 除了剛才的餐牌之外,它還在做生蠔的賣點 我們試了一四八的,因為只有兩個人吃不到太多 食物到了,第一道就是我最喜歡吃的燒雞泡魚乾 這裡的燒雞泡魚乾跟平常吃的燒烤店有一點不同 它是用醬汁燒的,沒有那麼脆,軟一點 火喉就燒至小洞,配合它的日式沙律醬就很好吃 作為餐前菜,送酒都一流 接下來我們就輕量點的壽司 這裡有三文魚腩壽司 日本的金青魚壽司 還有這個奢子壽司 因為糧尾,不想吃太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點的這些都是比較便宜的壽司 壽司裡面明顯都吃得出是手握的 飯裡面已經有適量的醬油和芥末,但是很少量 刺身的部分也很新鮮 壽司來說,我都相當滿意 手握壽司真的比較好吃 這真的騙不到人 然後生蠔也到了 就是剛才有跟大家說過的一四八生蠔,六隻 陪陪夜飲的餐 生蠔的尺寸,總規中矩 不算特別大隻 也不是不滿意的小隻 可能我比較久沒吃過生蠔 我真的覺得蠻好吃的 而我對面的湯記就很一般 他略嫌海水味比較重 可能我個人就不太抗拒海水味 所以我覺得可以的 配合他的醬一起吃,我覺得剛剛好 要視乎大家是否抗拒海水味 吃不吃這一味 我們接下來是結合了一串壽司 大家可以看到三文魚 尺蝦和蔥花吞拿魚腩的軍艦 壽司的質素,剛才在前面說過 手握,新鮮,也不會太差 尤其想特別推薦蔥花吞拿魚腩軍艦 大家可以吃 大家看到這個吞拿魚腩用都滿捨 配合他的香蔥和非常脆的紫菜 真的絕配,非常好吃 看完生就看熟 這個就是燒三文魚飯糰 一客只有一個,大家要留意 飯燒到鬆脆,香口 有些飯焦的感覺 煲仔飯那種 這樣就叫做便宜之算 又飽套一點 接下來這個就叫做雲丹天婦羅 什麼是雲丹天婦羅呢? 即是海膽天婦羅 大家可以看到天婦羅炸得很漂亮 看得出炸的油都一定乾淨 安心食用 安心出行 讓大家看看天婦羅裡面的海膽 雖然不是很多 但海膽的味道都夠出 老老實實 外脆內軟 加上炸的火候也拿捏得好 這次是我第一次吃海膽天婦羅 我也十分推薦給大家試試 大家如果來到,記得試試 為了撿飽大家的餵 我們再點了一個冷道亭烏冬 沒有菜,只有紫菜和恐龍蛋 加上醬汁 絕對是飽肚之選 味道非常清淡 建議大家跟我一樣 是濃厚味的人 這個可以不用試了 省下 接下來我們試了日本雞肉大蔥串 很明顯是日本醬油燒的 大蔥非常大,非常瓦炸 然後這邊有燒秋葵 也沒什麼特別 也是普通秋葵應該有的味道 然後只是燒一燒 無論是雞肉和大蔥 也非常好 大件夾底食 雖然不是難忘級的味道 最後一味 就是日式執燒日本槍烏冊 名字很長 弄得我的嘯口很慘 我的醬和剛才的燒雞是一樣的 所以味道差不多 它的魷魚盛在一點都不粗 而且爽口,不紋口 而且它是整條 大家看到影片也有 這些圈也是有的 份量也算是大 所以吃到我們都爆了 又來跟大家做過廢總結 這間板祥燒氣氛不錯 有點日本感覺 極居酒屋 壽司食品吃得出是手握 用心製作,好吃 其他配菜也非常大 夾底食,價錢中等 說到價錢 就給大家看一張單 我們兩個人 接近吃了一千元 連同小費 即是服務費 一人來月五百元左右 最後還給大家 好了,今天泰里的片段 就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 叫朋友訂閱我 廢話小說 下期再見 再見